慶祝成年禮的方式很多 今天我們帶您看這個特別的慶祝方式 有八位旅外的台東阿美族子弟 他們用接力路跑的方式 回到故鄉台東都蘭部落參加豐年祭 那麼很多族人聚集在部落入口迎接 感動的流下眼淚 呼喊口號揮舞旗幟 八位都蘭部落的青少年從基隆出發 經過五天的努力 終於跑回家鄉台東 族人們也熱情的夾到歡迎 家人緊緊擁抱著孩子 還親自幫他們帶上花圈 眼眶泛出的淚水代表著不捨與感動 對於這次路跑活動以及參與人員 族人都給予高度的肯定 很感動 也感謝孫命這樣的領導 讓我們的小孩子也經過這一次的經驗 然後就是也是重視我們的自己個人的文化 五天跑了三百多公里 希望藉由這個活動能吸引更多族人回鄉參加豐年祭 路跑中也有非原住民級的朋友主動給予協助 他們也認同我 然後我也認同他們 然後這是一個互相的感覺 我們一路上都沒有穿衣服啊 大太陽就大太陽 然後下雨就下雨這樣 還是要跑吧 還是要跑吧 好喔 背著屯鱗從基隆跑回台東 這八位都蘭部落的青少年將在今年晉升為成年 他們期許部落中的其他少年也能採取實際行動 一同為傳承文化努力 聯合報謝龍田 台東報導